人生多艰,所以娱乐之死,娱乐圈一直以来就是纷争不断,各种飞门横飞,给我们贡献了大量话题,而最让吃瓜群众感到扎舌的,就是明星们的天价暴炒,比如说惊人的四天六千万, 而最近有圈内人士,踢爆某小鲜兽开口就八千万片酬,直接吓坏经纪人,近日,我国著名主持人林海,在其个人微信,曝光了当红流量明星蔡居坤的天价片酬,一部戏八千万,拍摄一个广告七千万人民币,这数字非常的恐怖啊,感觉真是明星,一挥手,天上就掉金子了,片方当时也没忍住,直接对了这个小鲜兽,你比刘德华牛,你心里没点数吗? 天王级巨星的刘德华片酬,也不过才三千五百万,没怎么演过戏的小明星,竟然要价还高出刘德华的两倍还多,如果被刘德华听到,估计也是哭笑不得,拍出八千天价片酬的小鲜兽,就是当红流量明星蔡居坤,她在偶像练习生荣获人气最高榜的第二名,腰艳的装扮性感的五字圈粉无数,是拿到第一位A成绩的练习生, 不过,既没有影视作品,也没拿得出手的音乐佳作,就上过那么两次综艺节目,闹个笑话就值得八千万片酬了,似乎有点太自以为是的,对此,网友们也是热议纷纷,这次是谁真不知道,我还问过我00后的表弟,不知道蔡居坤的举手,看似一分不值,但实际上她可以拿这个天价片酬的,因为需要洗钱啊,哈哈。 哈哈。